王女士平时口很重 吃盐也多 人家没有发生高血压 王女士的老伴李先生平时口很轻 吃盐比王女士少 结果发生了高血压 王女士在真实里就问我 说你看我先生平时口很轻 吃的比我这个盐少 怎么他发生高血压 我反而没事啊 这的确值得我们大家思考和耐人寻味 这个问题特别像什么呢 特别像吸盐的人没有发生肺癌 但是不吸盐的人发生了肺癌 那是不是吸盐和肺癌就没关系 吃盐和高血压都没有关系 今天让大叔把这个话题给大家仔细的说清楚 首先说 咱们中国的高血压病人多 2.45亿到2.75亿之间 可以说每四五个人就有一个高血压患者 这么多的高血压患者呢 全面数据显示 咱们中国的高血压患者中60%是严敏感性高血压 说到更通俗点 60%的中国高血压患者跟吃盐多有关系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的 咱们中国的绝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 还是应该控制食盐摄入量 你比如说咱中国北方平均食盐摄入量甚至在14克以上 这个南方好点 10克左右 这相关的数据啊 中国北方某些地区甚至平均食盐摄入量超过18克 每天我们普通健康人 世界卫生组织啊 中国的指南 美国指南 不推荐食盐摄入超过5克到6克这个范围 你一下老吃10好几克 那可不吃的多就容易高血压呗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 中国 尤其是咱们中国北方地区 绝大多数高血压患者要控制食盐 因为咱吃的有点多 但是那也不代表所有的中国高血压患者都是吃盐多导致的 还有40%呢 其实高血压这个病呢 它是个多因素参与形成疾病 尤其是原法高血压 你比如说遗传 包括社会环境 社会压力啊 生存的压力啊 包括精神因素 包括其他肥胖啊 缺乏体育锻炼啊 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 哎 你使点劲 我使点劲 最后把这个人体的血压给烘托上去了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你针对这种情况呢 我们也不能单从单因素吃盐这一个角度来说高血压 它可能呢 多因素的干预 而且呢 还有40%的人跟吃盐没有关系 所以说 其实这么看吃盐和高血压的关系 的确我们中国 尤其中国北方很多人高血压吃盐多起了一个很重要作用 但是它不代表所有人 我们呢 还需要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 那好多朋友肯定会问 我怎么知道我吃盐多少啊 现在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办法 你比如说你去当地医院查一个24小时尿钠 如果你的24小时尿钠超过了100 就说明你每天吃盐的量在6克以上 200就是12克 你像我的老舅吧 他自己测完24小时尿钠 400多 这一天吃20多颗盐 吃的太多了 除了这个方法呢 还有一个叫点尿法 也就是临时取个尿啊 不像上一个24小时尿 这个临时取个尿 测一下尿里的鸡肝和尿钠 再结合你的年龄体重性别 算出来你大概一天吃多少盐 这个是点尿估算法 通过这些方法呢 我们知道自己吃了多少盐 好多人如果精准的测完了之后 相信您肯定能看到自己每天吃多少盐 有些人呢 也肯定这个大跌眼镜 超乎自己的想象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查一查 如果真的是因为吃盐多 再同时有高血压 可以控制控制 也希望我今天的介绍呢 能够让这个王女士和李先生能听明白 不是说绝对的这个吃盐和高血压的 就是吃盐多点的就一定得高 但是吃盐多绝对是高血压的一个危险因素 也希望手机前面广大的这个高血压的朋友 或者说家里有高血压的朋友 能够听懂这个问题 能够重视起来这个问题 好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帮到大家 大家觉得好可以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志盈大夫 给您的感谢 Talk 帮助绝对您的感谢交噪